现在我在我老婆的娘家广西贺州富川 本以为广西会比四川暖和一点 没想到广西比四川冷多了 过来就四五度好冷啊 这两栋房子都是我老大人的 这一栋房子是建了有差不多六十年了 然后那边那一栋是一七年建的 洋洋过来了几天了 还比较习惯没有出现什么枯涝啊 什么水土不浮那种现象 今天我们要去我老婆的二姐家吃饭 她姐的话是家的这个本村 给我老个人家就一百米远吧 等一下拍一下 广西这边农村都是些什么菜给大家看一下 出发 他们这边农村建房的话都建的比较密 都是一栋一栋挨着一栋的 不像我们四川建的稀稀唠唠的 现在来到我老婆的二姐家了 他们家自己建的房子 像个小别墅一样的 还不错 又买了车 比我们四川农村还好 去看一下我老婆的二姐他们搞的什么大餐 哇 二姐搞这么好啊 这个鸡汤啊 火鸡汤 现在要开始吃午饭了 大家看一下广西这边农村就是这样吃午饭的 四川菜摘一锅火锅 这个是广西贺州这边的特色 晾油豆腐 这边也是不怎么吃辣椒的 跟我们四川的酒味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吃法大家觉得怎么样 和你们那里不一样吗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